桃園區居民撤離到活動中心避難 由於山區雨下不斷 老農溪水暴漲 為了部落族人居住安全 桃園區公所從23號中午 就針對前世溪流危險部落 像是秦河里 拉布蘭里 梅山里等居民 撤離共561位 雨下很大 沒有停過 從昨天 昨天有車村 車到梅山 昨天下午也帶了我們的分助所 還有我們的消防隊 到我們這個秦河里 做一個撤離的動作 那總共被撤離的244位 我們各裡的這個犧牲病患 包括我們的孕婦 老弱婦孺 要全撤 總共撤離的人數有561位 而在南馬夏區部落旁的 南紫仙溪溪水暴漲 快接近橋面 南馬夏區也針對南沙路里 麻雅里 打克怒瓦里 預警性撤離 大雨猛灌高雄 茂林區截至24號下午4點半 日累積雨量達750毫米以上 山區土地含水量過高 國軍第四作戰區也派兵力協助 茂林區萬山部落65位居民 撤離到萬山鳳梨村避難屋 目前高雄山區居民安全無疑 而道路交通 則有開口契約廠商 隨時在一攤方落石附近待命 保持道路暢通 原來的打克怒瓦 怎麼知道 高雄桃園 那馬夏茂林採訪不到